大家好 我是權師傅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現在跟大家講講虎年運程 新小屬虎的朋友今年是直太歲的年份 意思是與太歲重疊了 雖然是這樣 但如果作為老闆及管理層 其實在說話上能夠更加有份量和影響力 以至於掌控權也有所提升 而作為員工也有升職和管理範圍擴大機會 以隨著職權上升 屬虎的朋友在文昌星的幫助下 是可以進修增值加強競爭能力 以至於小朋友讀書也有學業上的幫助 但留意在健鋒影響下 個人的做事方針容易鋒芒太老 以至會和你針鋒相對 容易在柑國內 而作為員工也需要多和上司協調 設計做一些潛穴 穴級的行為 因為在服私的影響之下 跟車太貼反而容易招致損失 以至半離平工都沒有 由於今年亦和用業同人碰撞 所以說話上也較尖銳 而在批圖聲的影響下 個人的精神狀態比較差 以至於感情方面 都盡量避免將工作情緒帶回家 或將脾氣發洩在家人身上 而健康方面 今年亦有曉光之事 如果工作上需要用到切割工具 更加需要留意 還有腰腳受傷 交通意外 以至於女性長輩健康 今年都會弱一點 而當中要特別留意 就是2月、11月、12月的時間 也盡量避免出行西南方 而最後今年可以和屬豬肉朋友 或同事交往或來往 藉由今年的天德和復星 會緩減意外受傷 和官非是非的負面影響 新小屬兔朋友 今年受到太陽星的幫助 一方面用得到男性貴人的扶持之外 亦能夠提升個人的積極性 和行動力 以至正面思維 與此同時也有天月貴人的吉星 容易受到堤慨 就算有問題也好 也有人要出手幫助 在工作層面上也有升職的幫助 由於天月代表日頭出現的貴人 而配合太陽星更加相抵抑張 所以如果過了一隻拖延的計劃 不妨可以今年實行 當然留意 太陽在夜景裏面代表陽極端 所以做事儘量避免雷禮風行及急進 再加上就是呼氣聲的影響之下 會覺得好像其他人根本上自己的節奏 做事比較慢的感覺 以至容易發對方的脾氣 所以要特別留意 而另一方面 對於二婚或拍拖人士來說 今年受到談詞桃花聲的影響 在彼此的關係上容易受到動搖 以至今年的性格容易顯得急進的情況下 可能很多時候一時的異氣說話和行徑 令感情上出現裂痕 不過對於單身的人來說 咸似桃花也有助出撲 但留意盡量避免是否有多人關係 或是堂式鬥婚 不妨跟熟牛和熟養的朋友聊 借下今年的熊烈和天氣聲 將感情倒入正軌 最後有連殺聲的影響 在工作上容易受到上司老闆的針對 同時留意家中的長輩健康 例如當中的腰腳、手肘或肛膽方面的問題 而月份上就是2月、3月、11月、12月都特別需要留意 今年屬社朋友 今年是營太歲的年份 所以有三營星的影響 營本身代表官非、交通問題 以至個人情緒容易出現多疑和糾結的情況 加上今年有灌索星 由於灌索有被人捆綁的意思 所以做事很多事都被人制肘 加強了三營的力量 此外亦有陸害 容易被人暗算 以至乎個人變得敏感 或者放大負面情緒 同時今年如果有病 亦都比較難斷尾 復康程度比較慢 還有孤神星 屬蛇的你 情緒比較容易屈滿 人際關上比較被動 尤其是對於單身的男士更加有影響 不過幸好今年都有太陰星的幫助 容易得到女性貴人的扶持 而且在感情上 亦都有一些有心人會密密付出 而對於累積財富 或者意外之財都有幫助 另外今年都有浴堂貴人星 它代表就是夜晚出現的貴人 所以如果就算開會議或談生意 不妨可以安排在下午三點後進行 會更加有利 綜合以上來說 屬蛇朋友今年實際調整生態 沉著應戰 就像一條蛇在獵食牆裏 等待最佳時機還有一個突擊 捕捉你的獵物 以至於在感情上 當你要捕捉人的時候 不妨可以回頭看看 會發覺有人同時在捕捉你 新超屬猴的朋友 今年是沖太歲的年份 所以有碎破性的負面影響 在工作上容易跟上級碰撞 或者跟家長的家長都是一樣的 而對於求職人士來說 更加穩工本來提高了 另外有一個血癮性 容易有血光之災 同時一方面如果是用切割工具的話 更加需要留意 而另外留意血液相關的毛病 例如血壓 血管 或生隆瘡問題 此外亦需要留意腰腳碰撞受傷 駕駛人士更加需要達成十二分精神 尤其在二月 十一月 十二月的時間 儘量避免在東北方出行 例如大埔 茂安山 修基灣 柴灣等地方 另外有攔光性的影響 很多事情都容易被拒絕門外 老老不通 以照相亦付出更多精神時間才能完成 而之外亦有浮沉的影響 亦都代表個人精神和狀態不穩定 而吉星方面 今年有天界和地界一顆吉星 在沿岸中 發解陽氏用天界和陰氏用地界 陽氏是只能見到的事情 即是天界有發解正面的衝突 而陰氏就是見不到的事情 例如少人是非 陰謀詭計 所以對於地界有緩衝的作用 但始終屬於事後的發解 所以屬後的朋友最好保持低調 由於今年有翼馬星的幫助 在工作上可以選擇調部門或出外工作 以至乎如果有大價要清的 不妨可以考慮在2月、12月和12月的時間清一價 原理一下市非圈 各位AM730的觀眾 大家好 我們是COLOR 新一年祝大家 心想事成 龍馬精神